Hello,你好,我是Ryan,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如果兄弟们喜欢我的内容啊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下方点赞 那么同样呢,新来的兄弟们记得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和干货分享 那么想要咨询我,想要来学习的兄弟们呢 也欢迎你们添加我的微信 Ryan91MB,也可以添加我的LineHT himself 联系到我本人 今天呢,这期案例分享呢 又是一个搭讪认识的一个大学女生的一个案例 那么下面呢,废话不多说啊 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这个兄弟呢,他说锐哥最近搭讪了一个大一的新生 是去年11月左右搭讪的 聊到现在 约出来喝过咖啡 一起逛过街 一起去兼职摆摊 一起吃过饭 我现在快毕业了 他才刚来 所以彼此都不太上行 但今晚他请我吃夜宵 答谢我陪他去摆摊 今晚来的时候 有一个男生陪他过来 我到了那个男生才走的 吃夜宵的时候 他聊到我工作问题 问我 那你写完论文就毕业回广东了 咱们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见咯 为什么一定要回广东老家 不考虑留杭州 我说主要是杭州没值得留下来的原因 吃完走的时候 他说要去星巴克找刚才那个男生 那一瞬间 我才觉得自己也是挺在乎的 确实有点酸 但我没说啥 送他到了星巴克 他说我做的对吗 心里还是有点失落的 也是蛮典型的一个案例 因为他的心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其实跟我们很多其他的学员 咨询的很多人都很像 就是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 就是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 今天这个第一个点 就是讲这个人的理智 跟他的情感 首先他们有很多美好的一些回忆 对吧 一起做过不少事 然后都是一些可能体验 都是比较好的一些事情 他前面讲到的 对吧 说一起喝咖啡 一起逛街 一起白摊 一起吃饭 可能还一起写过作业 对吧 一起复习过都有可能 因为毕竟是大学时代的恋爱 因为他们的这个连接 正在我们讲加深 但是他提到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我现在快毕业了 对吧 他才刚来 所以彼此都不太上心 那么他在考虑一个什么事 他在考虑一个可得性的问题 就是他觉得自己要走了 人家才上大一 人家的大学生活才刚刚开始 他的大学要结束 马上要步入社会了 所以他在考虑 这个关系的可得性的问题 他想表达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女的是大一 他自己马上要走了 要毕业了 可能以后 他们俩也没什么交际了 后面可能也没有什么未来 也不太会有结果 所以他没有在体验 当下的这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时候 就像以前我们讲的 他在想未来的事情 他没有在体验当下了 那么因为他是更多 在考虑所谓未来的事情 所以他会陷入一种焦虑当中 比如我即将要离开这个学校了 但他忽略了一点 就是当下 他还是在这个学校的 你可以先把当下的这个事情 给做好 包括女生请他吃夜宵 作为答谢 他去摆摊这件事情 他们聊到了工作问题 那么女的就问了这几句话 就是写完论文以后 是不是毕业就回广东了 咱们以后是不是 就没什么机会再见了 等等等等 那变相来讲 某一方面 这个女生对这个兄弟 表达了一些 我们叫不舍之情 有点不太舍得他离开 所以才会去问这些问题 那么可能更多的 是希望他能留下来 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 这个女生可能 想跟他有更多的交集 可能想要跟他有些结果 才会去问这个东西 一定不会是出于客气 才去说什么 你是不是毕业就要走了 那我们是不是以后 就没机会见了 这个一定是不是出于客气的 OK 客气的话 其实随便简单问一下就好了 这个女生 他带另外的男生过来 这个可能性 其实有很多 就是很多人会认为什么 你看这女的 是不是跟另外一个男的 其实在一起 另外一个男的正在泡他 所以他把另外的男的带来 那么有可能 有人会觉得 另外那个男人是备胎 或者这个兄弟是备胎 但是其实 这个女生带另外一个男人来 这个解释有很多 可能性有很多 你们自己没有一个人 包括我在内 我们不知道 具体是哪种可能性 比如说举个例子 第一个有可能是什么 这个男生 他也是一个追求者 他想要抓住一切机会 来占用这个女人的时间 那么当他知道 这个女人要跟别的男人 吃饭的时候 他就说什么 那我的星巴克等你 等你吃完饭以后 你再来找我 这个是有可能的 那么另外一种 有可能就是我们讲一种战略行为 什么意思 就是想通过 带一个男生过来 看看你是什么反应的 那么如果 你是喜欢我的话 那就赶紧要下手 还有一种可能 这个是这个女人的一种 就是我们讲预选机制 就是在告诉这个男生 你看我身边有很多的追求者 我身边我不缺男人 想要跟我在一起 想要去刺激这个男人来竞争 这三种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很明显 在后面 他们的这个沟通交流当中 这个女生估计 没有得到自己 想要的这个答复 你看在最后吃饭的时候 女生问了他一些问题 他自己可能当下 我相信 他是一定没有去注意 这个女人 问他这些东西的背后的情绪的 所以他可能就是草草的 去回答了一下 然后去星巴克找这个男生 也有可能是气化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 很大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这个女生 她是无意识的 就是没有察觉到 他自己的行为 可能会让这个兄弟 感受到一些妒忌 或者会有情绪 但是这个兄弟 很明显的 他是在克制他自己 他没有让自己的情绪 跟感情流动出来 他没有让这东西流动起来 他在用理性的东西去思考 他要让他自己的情感流动起来 如果这个女人激发了你的情绪 你有情绪了 这本身是一件好事情 它不是一件坏事 在这个女人面前 因为这个女人 她本身对你是有很大兴趣的 这样最起码的话 你不会有遗憾 你要是就是像她那样 很理智的去克制自己的情绪的流动 那这个东西就会留下遗憾来了 你自认为你的这个行为是对的吗 到最后这个女人去星巴克 跟另外一个男的走了 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可能性会有很多 那你自己只能一个人回家 然后找一个借口 找一个台阶让自己下了 有可能他们只是普通朋友 有可能这个男的也是个屌丝 只是在追求他而已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因为你自己 没有允许自己的这个情感流动起来 去表达一些你想表达的事情 这个东西呢 就是他自己理智跟情绪的 在这个当中的一个选择 那么想讲的第二个点呢 就是他的这种自我保护 从头到尾呢 这个女生跟男生啊 他们的行为 他们所有的这种互动啊 其实都是处于 就是我们讲朋友框架做的事情 可能没有太多的男女框架 因为我们在这个当中呢 没有看到他去描述任何 就是说有好感啊 有升级啊 男女方面的东西 没有 所以给人整个感觉这个描述啊 像是他们在处于一个朋友框架 就是他没有做任何 有关于关系升级 意图和声明方面的事情 都没有 也没有建立所谓的这个男女前提 那么这个东西呢 可能有三个原因啊 前面讲到他 就为什么在自我保护呢 就是第一呢 有可能啊 他太害怕失去这段关系了 所以他不敢去升级 甚至更不敢去进入男女框架 就是怕呢 这个结果是自己不能接受的 因为他搭讪这个女生 他可能太喜欢这个女生了 所以他没有愿意去怎么样 去很快的去推进这个关系 更愿意就是很被动的 保留当下的所谓的这种朋友关系 或者朋友框架 因为最起码怎么样 最起码不会死掉 最起码不会犯错 最起码不会被拒绝 因为没有这个机会 那么第二呢 他可能觉得是自己有时间 你看他刚来 他是大一 他才刚开始 那么我今年大四 那么还是有时间的 我们可以慢慢来 那另外的这个男生的出现呢 就是这个女生来跟他吃饭 他自己带来的这个男生的出现 让这个兄弟感觉 好像自己不能慢慢来了 打破了他原来的一个设置 所以呢 引发了他的焦虑 因为这个时候他看到 哇 原来有竞争者了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实际眼睛 没看到有男生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去想过竞争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一旦去 看见有别的男人 实际存在的时候 这个体验感和这个东西 激发出来 我们的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第三呢 就是在他整个这个案例的描述当中 他并没有讲这个女人 对自己很有好感 他也没有说这个女人 对他有意图 他也没有说这些东西 所以呢 另外这个男人的这个出现啊 就这个女生带了个男生过来 另外这个男生的出现呢 他才描述自己的感受 他是在乎的 这个当中呢 其实是有点酸的 有吃醋的 有嫉妒的 也有失落的 那么他的整个这个潜意识里面 会有一种恐惧竞争 那么激发了他很大的一种反应 这个是他潜意识层面里的东西 那么这也是他的一种 就是自我防御 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 在前面呢 他没有跟真实的这个自我连接到一起去 因为种种原因 他在这个朋友框架里面 没有在这种男女框架里面 很明显这是个 没有男女前提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 在前面的时候 他没有跟这个真实的自我连接到一起 那么这个男生的出现呢 他才会自己慢慢才察觉出来 他才开始对这个女生 有感觉了 这个时候 这个感觉就是出来了 不是说他一开始没感觉 只是他一开始 没允许这个感觉出来 他肯定是有感觉的 不然他不可能去搭讪 然后跟这个女生 做这么多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才跟那个真实的自我连接到了一起 那么最后呢 其实没有所谓的这个 我们讲对与不对 他在问我这个对还是不对 因为从头到尾呢 都没有对这个女生 去表明任何的意图 你也好像没跟这个女的 却有这种男女之间的意图 跟框架和前提在 所以不存在对错的立场 那么包括啊 他描述到这个 另外这个男的 也没有跟这个女生 有什么亲密性的互动 好像两个人都跟这个女的 他妈的就是朋友关系 然后呢 只是突然出现 那么他可能呢 只是对另外那个男的 在跟他抢这个女人 所以会形成一种敌意 从这个 整个他的这个描述啊 这个背景来看呢 另外那个男的 只出现过两次 一次是送他来 第二次是什么 走的时候 去把他送到 那个男人的星巴克那里 那么这个兄弟呢 他才走 一次是这个女生 说要去星巴克找那个男的 然后这个兄弟呢 把他送到星巴克门口了 那么这个两次的见面呢 其实那个男生啊 都没有跟这个女生 发生什么亲密性的互动 你看就是没牵手啊 他也没说什么 他们见面之后是亲嘴的呀 也是拥抱的呀 牵手什么都没有 所以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也不知道 他估计也不知道 但是他自己会猜测 其实在这种情况里面啊 来自询的这个兄弟啊 他不用去对那个男的 有太多的投射 也不需要有那么大的敌意 也不需要去认为 他一定就是一个竞争者 或者他会阻碍 你跟这个女人去发展 因为见面是事实 但是呢 你自己心里面失落 心酸 他是感受 这两者中间他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 你没有任何的证据 去证明他们俩是有关系的 所以一切的东西 当我们想要去猜测的时候 举个例子 如果在评论区里 用户就是你们作为观看者来讲 看这期节目 如果在评论区里面 你们去评论说 那个男人一定跟这个女人怎样 其实你不是从这个男人的角度 也不客观的去看这件事情 你是从你自己的 你自恋的维度去看待这件事情 知道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人生中 你这么去想 你这么去说他 证明什么 如果是你 你曾经的情感经历中 一定是 你也会认为 这个男人跟那女的一定有一腿 一定是这个男人 要么是他的炮友 要么再跟他怎样 你会去投射这东西 所以你把你的评论 你把对这个男人的看法 投射到了他的身上来 这是一个逻辑 理解不理解 就是在我的角度看 就是他们实际没有 送过来送过去 很有可能只是一个追求他的人 很有可能他们也是在一个朋友关系里面 没有任何东西得到任何的证据跟确信之前 过早的下定论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自恋当中的很大的一部分幻想 甚至很多人会愿意去相信什么 很多人会愿意去相信 愿意去幻想 那个男人跟那个女人在睡觉 那个男人跟这个女人有一腿 他本身有一些他妈自虐的情节在 所以他愿意去相信这个东西 他愿意相信什么 自己是一个竞争中的失败者 自己不可能是成功的 自己是被别人瞧不起的 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电视剧跟电影里面 在三角恋当中 很多男人愿意看到自己是什么 是被别人PK掉的那一个 那个男主角 就是他自己一个人 然后看见自己心爱的女生 跟自己的一个兄弟 或者另外一个男的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三角恋就破了 以自己失败高中 所以很多人呢 他内心当中 他是愿意 他潜意识里面是愿意让自己成为这么一个角色的 虽然他嘴巴上说很喜欢这个女生 但是你本身这么去想 这么去投射 就在告诉我们所有人 你自己内心深处 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你自己是愿意去扮演一种什么角色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潜意识 我们的内在 那么希望今天这个案例呢 有让兄弟们啊 也有学到很多东西啊 也有看到了很多 自己可能看不见的一些东西在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内容呢 记得给这个视频下方点赞 那么同样 兄弟们如果想要来找我帮助 解决你的问题 或者来帮你分析你的案例的话呢 欢迎你们添加我的联系方式 可以加我的微信 RyanHT91 也可以添加我的Line HT himself 联系到我本人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这个是Ry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